亲爱的弟兄姐妹 很高兴与你们共聚一堂 过去六个月来 我在内心和祈祷中 一直惦记着你们 我祈求 在我对各位演讲的此时 圣灵会传达主 希望你听到的事 多年以前 我在外科实习期间 曾协助一位外科医师 他正在将一条腿截肢 那条腿上布满了 具高度传染力的坏区 手术很困难 后来让气氛更加紧张的是 手术团队中 有个人的工作表现不佳 这位外科医师因此大发雷霆 他在发脾气的同时 把沾满细菌的手术刀丢出去 落在我的前背上 除了那位失控的外科医师以外 手术室里的任何人 都被这违反手术规定的 危险动作吓坏了 所幸 我没有受到感染 但这时的经验 留给我难以抹灭的印象 在那一刻 我对自己承诺 不管我在我的手术室里 发生任何事 我绝不会让情绪失控 那天我也下定决心 绝不在愤怒中 丢出任何东西 无论是手术刀 还是一句话 几十年过后 如今我依然思索着 那把遭到污染 落在我手臂上的手术刀 是否比恶毒的纷争更毒呢 近日 恶毒的纷争感染了我们的公民对话 和许许多多的人际关系 在这个极端对立和激烈争论的时代 文明和礼节 似乎已经荡然无存 出俗 挑剔和毁谤他人 都已经司空见惯 有太多的名嘴 政客 艺人 和其他有影响力的人 不断地侮辱他人 我非常担心 有这么多人似乎认为 谴责 污蔑 和诋毁 任何不认同他们的人 是完全可以接受的 许多人似乎 热衷于用劣质 断章取义的商人言语 来破坏别人的名誉 愤怒绝对无法说服他人 敌意 不会造就任何人 纷争 绝对无法带来 受灵启发的解决之道 令人遗憾的是 我们有时甚至会在 自己的教会成员中 看到有争议的行为 我们听到有人 轻视自己的配偶和子女 有人 有人 利用愤怒的情绪爆发 来控制他人 还有人用冷战 来惩罚家人 我们听到有青少年和儿童 霸凌他人 有员工 诽谤同事 亲爱的弟兄姐妹 这些事不该发生 身为耶稣基督的门徒 我们与人互动的方式 应当是他人的典范 尤其是在彼此意见不同的时候 找出耶稣基督的真正信徒 最简单的方法之一 就是看看一个人 对待他人的时候 有多少同情心 救主对东西两半球的信徒 所做的讲道当中 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 他说 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 有人打你的右脸 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 接着 他当然也给予了 我们每个人 这项警告和挑战 要爱你们的仇敌 祝福诅咒你们的人 善待恨你们的人 为轻蔑地利用你们 并迫害你们的人 祷告 救主去世之前 吩咐他的十二位使徒 要像他爱他们那样 彼此相爱 然后他说 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 众人因此就认出 你们是我的门徒了 救主的信息很清楚 无论情况多么艰难 他真正的门徒都会造就提升 鼓励 劝说和启发他人 耶稣基督真正的门徒 是使人和睦的人 今天是宗礼主日 我们正准备纪念 有史以来 世上最崇高不凡的事件 也就是 主耶稣基督的赎罪和复活 我们敬重救主 最好的方式之一 就是成为使人和睦的人 救主的赎罪 使我们得以克服一切邪恶 包括纷争在内 这一点毫无疑问 纷争的确是邪恶的 耶稣基督说 凡具有纷争之灵的 不是属于他的 而是属于魔鬼的 魔鬼是纷争之父 魔鬼煽动人心 彼此侠怒纷争 助长纷争的人 正照着撒旦的剧本演出 无论他们自己是否察觉到 没有人能侍奉两个主 我们不可以 既用言语攻击来支持撒旦 还认为自己依然可以服侍神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对待彼此的方式 真的很重要 我们在家中 在教会中 工作场所和线上 与人交谈和谈论他人的方式 真的很重要 今天我要求 我们以更崇高 更神圣的方式 与人互动 请仔细听清楚 如果我们能 针对另外一人 说出任何有品德 美好 受好评 或值得赞扬的事 不论是当着他的面 或是在他背后 那都应当是我们与人沟通的标准 如果你智慧中的一对夫妻离婚 或是一位年轻传教士提早返乡 或是一位青少年 怀疑自己的见证 他们不需要你来论断他们 他们需要的是 体会到你的言行 所反映出来的 耶稣基督的爱 如果社群媒体上的一位朋友 有强烈的政治或社会观点 与你所相信的一切相违背 那么你愤怒尖锐的加以反驳 是不会有帮助的 建立理解的桥梁 需要你付出更多 但是这正是你的朋友 所需要的 纷争会驱走圣灵 毫无例外 纷争强化了错误的观念 认为冲突是化解分歧之道 但从来都不是这样 纷争是一种选择 使人和睦 也是一种选择 你有选择权 来选择纷争或和好 我要敦促大家 现在和将来 都一直选择 使人和睦 弟兄姐妹们 我们真的可以改变世界 一次改变一个人 一个互动 怎么做呢 让别人看到 如何用相互尊重 和庄重的对话 来处理意见上的实际差异 意见的差异 是生活的一部分 我每天都和主的 尽心尽力的仆人 一起工作 他们看问题的角度 并不是每次都一样 他们知道 我想要听听他们 对我们讨论的每件事 尤其是敏感议题的想法 和真实感受 我两位优秀的资理 乌克斯会长和爱宁会长 他们在表达感受的方式上 都堪为表率 尤其是他们看法不同的时候 他们表达感受的时候 怀着对彼此纯正的爱 他们都不认为自己最了解 从而要严加捍卫自己的立场 他们的态度也都展现出 彼此竞争是不必要的 因为每个人都充满了仁爱 也就是基督纯正的爱 所以主的灵 就可以引导我们的讨论 我多么敬爱 这两位伟大的人 仁爱是化解纷争的解药 仁爱是属灵的恩赐 帮助我们摆脱自私 戒心 骄傲 嫉妒 这些自然人的特性 仁爱 是耶稣基督真正信徒的主要特质 使人和睦的人 拥有仁爱 这项特质 当我们在神前 签议自己 用全部的心力祈祷的时候 神就会赐给我们仁爱 蒙福拥有这项天上恩赐的人 必定恒久忍耐 又有恩慈 他们不会嫉妒他人 也不会自命不凡 他们不容易被激怒 对人也没有恶念 弟兄姐妹们 若要化解今日困扰我们的纷争 基督纯正的爱 就是解决之道 仁爱会促使我们 承担彼此的重担 而不是加重彼此的负担 基督纯正的爱 让我们随时在所有的事上 做神的证人 尤其是在情况 紧张的时候 仁爱让我们展现出 跟从基督的男女 应有的言行方式 尤其是受到严厉批评的时候 我的意思并不是 不惜代价只要和平 我的意思是 对待他人的方式 要符合你在领受圣餐时 所立的圣约 你立约要一直记得救主 如果处在极度激烈和充满纷争的情况下 我请各位 要记得耶稣基督 要祈求 有勇气和智慧 用祂的方式 说话或行事 只要我们跟从和平的君 我们就会成为祂的和平使者 此时此刻 你可能会觉得 这项信息真的能帮助你认识的某个人 或许你真希望这信息会帮助他对你更友善 希望如此 但我也希望 你会深入检视 你的内心 看看是否 有骄傲或忌妒的碎片 阻碍你成为使人和睦的人 如果你认真的协助聚集以色列民 并且建立可持续到永恒的人际关系 那么现在就是放下怨恨的时候 现在就是停止坚持用自己方式的时候 现在就是停止让人战战兢兢 生怕惹你生气的时候 现在就是埋藏你的作战武器的时候 如果你的言语军火库 装满了侮辱和指控 现在就是将他们收起来的时候 你们会起来成为跟从基督 灵性坚强的男女 在我们需要的时候 圣殿可以帮助我们 我们在那里被赋予神的能力 让我们有能力克服撒旦 也就是一切纷争的煽动者 要将他从你的人际关系中赶出去 要知道 每次我们化解误会或拒绝动怒时 也就是在斥责魔鬼 相反的 我们可以展现出耶稣基督真正门徒 特有的温柔慈悲 使人和睦的人 能使魔鬼受挫 让我们这群人 成为山上真正的光 一道不能隐藏的光 让我们证明 有一种尊重的方式 可以解决复杂的问题 有一种开明的方式 可以化解其见 当你展现出 耶稣基督真正信徒 应有的人爱时 主就会强化你所做的努力 这将超乎你任何崇高的想象 福音之网 是全世界最大的网子 神邀请所有的人都跪向他 不论黑人或白人 为奴的或自主的 男人或女人 每个人都有一席之地 然而 那里没有地方 融得下任何类型的偏见 谴责或纷争 亲爱的弟兄姐妹 那些穷尽一生造就他人的人 最好的祝福在等着他们 今天我邀请各位 衡量自己对待他人的方式 以此检视自己的门徒身份 我祝福各位 会做出必要的调整 好使你的行为高贵 尊重 看为耶稣基督真正信徒的代表 我祝福各位 会用好言相劝 取代斗争挑衅 用理解 取代敌意 用和平 取代纷争 神活着 耶稣是基督 祂是这教会的元首 我们是祂的仆人 祂会帮助我们 成为祂的和平使者 我如此见证 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